张长宁连夜赶赴北伦与女排会合。 揭秘术后两个月身心变化。 腾讯体育7月16日,文彻立,许久未走入人们视线中的中国女排主攻守张长宁,16日下午出现在了中国女排与金螺品牌的签约现场,后者成为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供应商,助力中国女排征战2020东京奥运会,而张长宁则签约成为金螺新品建设。 活动结束之后,张长宁直接前往机场,她将连夜赶到北伦与中国女排会合,开启亚运会前的封闭集训。 一向堪称劳模的张长宁三个月前接受了手术治疗,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消失在球迷的视野中。 此次出现在公众面前,张长宁的状态不错,她说自己已经基本康复,正在适应性训练,力求早日追上队友们的步伐。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中,张长宁都处于静养状态,甚至没有碰过排球。 完全静养了两个月,我自己有过担心,但想到自己是从零开始的状态,这段难得的空白期也给了我改变的机会,我知道自己要恢复的地方很多,希望在白纸上画上更好的东西。 她小颜想开启新的人生,要重新学习一次打排球。 刚恢复拿球的时候,感觉自己像第一次打排球,打得手臂都疼,又轻又肿。 当时担心自己的手感不好,但经过恢复觉得自己有了信心。 张长宁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,她已经找到了手感。 回归国家队半个月,她开始跟随大家一起训练。 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,宝宝很有把握,坦言完全可以放手一搏,手术完这么久,自己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放手一搏的状态,希望后面的集训能恢复更好的状态,为国家出一份力。 张长宁缺带的这段时间,中国女排在进攻上遇到不少困难,朱婷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角,大家都在呼唤她的回归。 总决赛之后,张长宁随队回到北京,经过两周的恢复性训练,她已经能跟上大家的节奏。 现在大家处于总决赛之后的恢复期,训练强度不大,进阶段还是跟得上,但毕竟休息了两个月,自己需要恢复的地方很多。 两个月的空白期,给了张长宁很多思考的空间,对于运动员来说,每一次重新开始都不容易,恢复身体的记忆,找回体能和场上技术,同时也要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。 宝宝说她珍惜这段时光,这让自己有了修复的机会,我会忘掉坏习惯,或许重新开始盘不上,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养成更好的技术动作。 活动结束之后,张长宁直接赶往机场,她要尽快去跟小伙伴们会合。 郎导说时间紧迫,我会抓紧一切时间自我提高,北伦集训更要静心下来好好钻研。 对于宝宝来说,从康复到正式登场需要度过不少难关,但她坦言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张长宁之外,中国女排15人集训队伍已经先期抵达北伦,在主教练郎平和队长朱婷的带领下,包括刘晓彤,李莹莹, 公祥宇,丁霞,高义,岑春磊,严妮,姚迪,袁新月,林丽,王孟杰,刁林宇,胡明媛,杨芳旭,再加上今晚赶到的张长宁,将在北伦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封闭集训,备战即将到来的雅加达亚运会。 亚运会能不能参加我不知道,但是我会尽快恢复状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。 张长宁表示自己尽快跟上大家的脚步。